實在就是SUM 各位好 我們今天的所在位置是 新北市三重居的金豪華記者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新車跟我們使用一兩年內的辛苦車 有什麼不一樣的差異性 那消費者買到的車是 一年內的車比較好呢 還是直接入手新車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一台是2019年的Nissan X3 那這一台2019年的X3 它是小改款的 它的頭燈跟上一代的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它是L型的日行燈 然後鑽石切割的霧燈是正方形的 舊款的是圓形的霧燈 然後水箱護罩它也比較大氣 再來這一台車它是屬於最頂級的車款 最頂級的車款它多了一些什麼樣的配備 比如說外觀的不同 然後鋼圈也跟舊款的不一樣 這也是頂級款標配的鋼圈 這台的新車價 當初半一半差不多接近一百萬左右 已經快一百 那現在我們金豪華汽車特價七十七萬八 等於跟新車整整差了二十幾萬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車內空間 那因為這台車只有一年車 我們一進到車內就聞到很濃厚的新車的味道 然後它的皮的味道也都有跟新車一樣的東西 那個味道都存在 那這台車我要特別介紹的是 因為它是2.0最頂配的車種 它的方向盤配有定速 定速系統 然後它的螢幕 各位注意看它的螢幕 它有環景 360度環景 這是一般車款沒有的東西 尤其是這一個環景 那這一台車它還有加裝了抬頭顯示器 那盲點也是最頂配的才有 這都是頂配車款標配的東西 那目前這一台車的里程數 17,449公里 這一台車的排檔它是原廠的七速手自排 所以它是 它這一台車馬力有到141匹左右 所以開起來其實還是非常的省油 那再來我剛剛忘了介紹一點 就是頂級的配備它有 門把外面有配一個免鑰匙開門鎖 然後這邊是免鑰匙啟動 這邊 它是免鑰匙啟動的車 然後再來我們S&M本身 其實買這麼新的車主要就是怕說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S&M本身都有提供 YES車輛認證書 那這台車是完全沒有事故 沒有泡水 里程數都是有保證的車 那我們今天要特別來替各位介紹說 買新車跟買一台一兩年內的新古車 它的優點是什麼 那一般我們收購進來 它這台車賣掉的原因 要嘛就是嫌它太大台 客人要換小車 要嘛就是嫌它不夠做 五人做我想要換七人做 那就是資金上 它可能短期之內需要資金 才會把它這種車才會把它賣掉 所以客人來看這種車的時候 其實都是市面上都不多 那最大的優勢就是它的折舊 如果客人你們現在去買一台 一年內的新古車 它現在只要77萬8 那你如果跑去買新車 它接近了百萬 那相對的以後你要賣掉 你會有第一年的折舊 那現在第一年的折舊 是由現在的車主把它折舊掉 你等於節節省了二十多萬 所以一兩年內的新車 其實是可以做考慮的 那再來最後一個優勢就是說 這一個車主 因為每一台二手車 車主都會有一些選配加購 那這些東西在二手車價裡面 是不增加費用的 當然你買新車卻要增加費用 所以買二手的新車就是 這種好處很多 那再來你又擁有新車的保固 二手車商的服務 那所以我會非常建議消費者 如果有看到這種車 它只有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怕你買不到 因為它賣掉之後 你就找不到第二台一模一樣的車 實在就是SUM